大家好,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。我是主持人网友。在这个数字时代,我们将探讨一项影响深远的变革,数字化阅读。我们将深入了解电子书、语音书,以及数字化阅读对我们的生活和文化带来的创新。 书籍的世界是如此丰富多彩,包括小说、传记、科幻、历史等等。每一种类型都有其独特之处,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需求和兴趣。无论是陶醉在奇幻的冒险中,还是深入了解历史的底蕴,书籍都是通向不同世界的大门。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,纸质书的替代品逐渐展露头角。从最初的电子书阅读器到现代的多功能平板,数字技术正在改变我们获取信息和阅读的方式。 这不仅仅仅是一场技术革新,更是一场对传统阅读模式的重新思考。 我们来谈谈电子书。随着电子阅读器的普及,读者们发现了一种新的便携和灵活的阅读方式。 从轻松携带数百本书到自定义阅读设置,电子书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个性化阅读体验。 接下来,让我们聊聊语音书。 在繁忙的现代生活中,有时候我们没有时间专心阅读。 语音书通过朗读的形式让我们在行驶、锻炼或做家务的过程中仍能畅游在文字的海洋中。 这是一种全新的感官阅读体验。 数字化阅读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体验,它还深刻地影响着文化。 数字化图书馆、在线书店以及数字出版平台正在改变我们获取和分享知识的方式。 这也为作家和出版商提供了更多的创作和推广机会。 当然,数字化阅读也面临一些挑战,比如数字版权问题、阅读体验的诗帧等。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,文字、音频和图像等多媒体内容的复制和传播变得更加容易。 未经授权的复制和传播可能严重损害原作者的利益,也会影响整个数字出版行业的稳定运作。 长时间在电子屏幕上阅读可能导致眼睛疲劳和视觉不适。 与传统纸质书相比,电子设备的发光屏幕可能对视觉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,影响了阅读的连贯性和舒适度。 数字设备上的多任务功能,如通知、社交媒体等等,容易分散读者的注意力,导致阅读过程中的中断,影响阅读体验。 还有一些读者认为,纸质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触感和氛围,是数字化阅读无法替代的。 纸张的质感和书香味道对阅读体验的重要性得到这部分读者的强调。 那么,您是怎样看待数字化阅读呢? 是适应和享受数字化阅读带来的便利性,还是怀念纸质书籍无可替代的阅读体验? 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激发您对数字化阅读的思考。 下次节目再见!